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进行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和劳工研究 近几年来的关注重点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劳务输出 可以说流动二字贯穿了相彪老师所有的研究主题 今时今日的我们恰好身处一个高速流动的时代 留学 移民 外派 跨国 这些情境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也自然而然地融入我们的生活规划 但是 在无尽的追逐中 我们真正想要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在过程中丢失自我 换句话说 我们有没有建立起人的主体性 在接下来的六节课里 Metas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 今天这节课 相彪老师会首先来聊一聊留学的话题 以前我们提到大学毕业后出国进修是一种 没有也没关系 有就更好的心态 然而现在出国念书好像成了一门必修课 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往国外送 去念中学 小学甚至幼儿园 过去几年中国一直保持着全球留学生生源大国的位置 这种留学热潮是怎么诞生的 它折射出了怎样的焦虑和困境呢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相彪老师 我们知道留学当然在中国是有比较长的历史 这跟中国的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清末 新政 改革 那个时候的留学生是年龄是很低的 幼童 留美幼童 包括张天佑这样的人 那个是特殊的一个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留学生其实是成人 他不仅是本科生 而且是主要是研究生 特别是博士生为主 对吧 然后是在2000年之后 是越来越低龄化 同时他的低龄的规模是越来越高 要去理解这个现象 可能要看一下他的历史 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留学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这个1992年 就是89然后邓小平南巡讲话 那么这个之间的留学主要是国家公派 流出的人员主要是年纪比较大的去读研究生 然后留学的目的主要是要去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技术 而且呢这个留学背后呢还有很强的一个价值关怀 至少是两个价值关怀在这里具体的讲 第一个说是要留学是为了要回来为国服务 是帮助中国进步 而不止仅仅是帮助自己的这个成长 第二个价值关怀呢 就是在这样的留学项目里面 至少对个体来讲 它是怀有一种这样的理解 觉得西方不仅在科技上比我们进步 而且在他的这个社会制度的设计上面 在这个文化生活上面也要比我们进步 所以他要学习那里的先进文化 也希望经扣中国哪一天会变成那些留国的目的地一样 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价值情怀去的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 从1992年90年代之后 到最近这个阶段 这个时点比较难以把握 但是那个第二个阶段呢 首先的一个变化就是留学 你要如果认为留学它是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工程的话 那就是留学从一个国家项目 变成了一个个体的行动 所以它是个个体化 那这个时候他留学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说是为国服务 而主要是首先是为个体的这个职业生涯考虑 然后同时在这个时候呢 地零化就出现了 首先是出去读本科 然后是又甚至去读那个中学小学 当然更有甚者 就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个所谓的产妇 他叫那个BIRTH TOURISM 就是预产旅游者 就是生就把孩子就生在那里 这样等等的一个情况 所以跟第一个阶段比 除了这个个体化 地零化之后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是说这个时候的 它的价值取向很不一样 特别是在近几年 就这个留学生 他并不觉得留学目的地 那些国家的技术一定比中国高 特别是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上比中国好 就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取向 说要去西方学习他那里的经 然后把它带回自己的祖国来 没有这样 然后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去留学呢 这个主要就是一些非常实际的个人的功力上的考虑 他觉得这个留学有一门英语 他还是在工作上 在职场上会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懂得来讲 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第二个阶段的一个核心的特征 可以认为是一个功力化 但是现在有第三个 就我碰到的一些家长 我问他 你为什么那么小就出去 因为我觉得基础教育在国内应该是更好 而且跟家庭在一起 对孩子的全面的这个成长 很天然的讲 你也更加放心啊 那是为了孩子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未来吗 在职业上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想有更好的收入吗 不是 我们现在今天很多家长 他把孩子用很 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送出去 确实不是为了功力的考虑 他是说 在国内的这个教育制度 太重视竞争 太重视风数 然后那个老师有太高的这种权权威 等于是老师完全是以老师的身份 没有那种激发孩子兴趣 培养孩子自己的这种多方面的这个智商情商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对孩子作为一个人的成长是不利的 所以今天他把孩子这么低龄送出去呢 其实是对第二个那个阶段的功力化的反动 他有种重新去功力化 是吧 他要重新说要回到这个孩子作为一个人的这样的最根本的考虑上 他也知道这个孩子这么早送出去 这个分别是很难的 这里有很多情感上的代价 但是他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作为人他经过的快乐 这个对人生的基本的理解 他的一份的善心 对人和人的关系的感知 这些都太重要了 所以他要送出去 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你看他这个最早的是一种很强的价值取向 要带着真的去学习 变到第二个阶段 说不一定去学习 只不过是去镀金 然后去说有一个更好的工作 也木工地性的考虑 到第三个阶段 既不是说去学习现成的一个先进制度 也不是说去功力的为个人 而只是说 而是要保证人他本质上的一些他的潜力 这个变化很明显 那跟这个变化同时发生的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把孩子送出去 那个很直观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 还在不断的增长 就越来越多的家庭 有了这样的经济条件 经济能力把孩子送出去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在这里 中国的经济在不断的增长 老百姓的至少是在诚实中产的 他的这个物质生活水平 他能够支配的现金量显然在不断的增长 而且大家的信息资讯 然后跟对世界的了解也在不断的增长 在这样中国上升的同时 人们纷纷把孩子送出去 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就是身边就是说这个发展 就又回到了一个很经典的问题 就是这个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经济的增长和人的发展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 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这目前的这个状况 显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持续的 就是说一方面中国经济不断的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在这个条件下 人的生产 人的成长 又是一个很不令人满意的结果 对吧 你就老靠这个留学来在这里赚了钱 然后又把人的这个生活移植到外面去 这个情况是不可能持续生长 就所以要确实要开始考虑 我们能够怎么样找到一个发展的道路 使得这个经济规定增长 但经济至少是比较平稳的状态下 能够找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教育生活方式 使人的成长得到比较一个合理的发挥 这个是这个确实触动一个 所谓现代性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 在这个地球上存在 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人的活动 的目的是直接指向人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对吧 我们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去摘果子 生火 打猎 都是直接满足于自己的这个生命的需要 然后你这些生命的需要满足之后 你干什么呢 大量的时间在原始社会 其实是早期艺术发展的这个时期 唱歌 岩壁上的画画 然后各种各样的神话 他没有他不能解释这个自然世界的时候 他就用发挥子的想象力去神话 所以现在是有很多这个数据去证明 在所谓的原始社会 我们认为他用今天的语言去说是生产效率 极其低下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成人一天工作的时间 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 剩下的时间都是娱乐 在所谓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时候 其实三个小时一天的工作 其实能够满足他一个生命的需求的 他剩下的就是一种是享受去艺术 然后在农耕社会也是这样 农耕社会的主要的一个目的 不是说去增长 不是说去积累 特别是不去积累剩余产品 对于普通那个主流意识形态 它是要维持现状 它最大的一个目标 对在农耕社会 它是稳定 而不是说要报复 让他最壮 所以他那个仪式很重要 家庭的稳定很重要 这些当然在后来确实演变为一个 跟那个集权的这个形式 政治集权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确实变成一个非常治古人的 一个一套制度 比方说这个父权体系啊 这样等等 这个是有问题 然后呢 就根据这个卡布拉尼的这个理论 它是到了19世纪 突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革命 思想上的革命 这个革命就叫做去嵌入的革命 去嵌入什么意思 就是原来人们的经济活动 经济生产 它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活动 你的物质生产是深深嵌入到 你的社会关系里面去的 你怎么生产 怎么交换 当然这里会有利润的计算在里头 这些利润的计算 你的交易 都是受你的朋友关系 社区关系 宗教关系所制约的 当你跟另外一个人的贸易关系 中断的时候 你作为朋友关系 再继续 但是19世纪之后 新的经济学家突然发明了一种理论 他认为这种市场的行为 生产和交易 是独立的 是可以独立 它有自在的一套规律在那里 有法则在那里 所以就所谓叫去嵌入 那意思就从原来 就或者拖欠 从原来那个社会关系 家庭宗教 社区的关系脱离出来 他不仅脱离出来 而且反过来 他要成为统治你那些朋友关系 社区关系的力量 你现在你跟你一个人 做朋友 是为了有交换的利益关系 当这个交换的利益关系结束的时候 这个朋友关系就已经没了 你再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人 所以你这个主次关系完全倒过来 在这样的想象下 经济增长是为了增长 然后人对生命的这个理解 对这个社会目的的理解 也就完全就变化了 比方说在中国 现在确实是一种 就是我们认为确实现在是 还是必须要是经济增长压倒一些 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要经济不增长的话 他马上出现大规模的失业 马上出现大规模的这个 社会不稳定 这个说法呢 似是而非 就说在目前的结构下 确实你如果不创造出低层的一些工作 不把这个底层的一个民众拖住 靠这些工作拖住的话呢 确实他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社会不稳定 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如果要看我们全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总体 如果你要进行一个再分配的话 是完全够大家吃饭睡觉 呃一个温饱的社会 如果大家再分配的话 大家可以每个人都花很多时间 搞艺术创作 变成很好的朋友 每个人可能工作五天就就就够 但现在所有的人 不管是你是呃就是低收入的农民工 你工作八到十二个小时 为了温饱 然后你是已经是这个生长生 呃腰长万贯的这个富翁 你也工作八到十二个小时 因为你生怕被别人超过 这个资产会缩水 其实你完全不需要这些 你的身体 你的这个心智是完全不需要这财富的 但是就是你成为这种呃增长主义 甚至不叫发展主义啊 因为发展还意味着说从一种模式 可能进化到另外一种模式 有创新的含义在里头 增长就是说就是把这个树变大 他是唯一靠这个树变大 他觉得他能够才能够维持下来 一旦哪一天停滞 好像一切都会崩溃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思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要看这样的历史的话 你就我们就看到物质生产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导性的力量 而人的生产本来是人之为人的一个一个出发点嘛 现在导致了一个很次要的一个东西 对吧 马克思把这个是叫做异化 什么是异化呢 就是说你生产出钞票 钞票什么是钞票 钞票无非是人发明的 人为什么要发明钞票 为了人服务 但今天有没有钞票成为一个让我们这么焦虑的一个事实 一个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工具 现在成为我们的主宰 这个是异化的一个意思 所谓拜物教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物质生产本来是为人的生产服务的 但现在就到过来 完全成为一个主宰我们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个力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物质生产的一些逻辑也就贯彻到那些教育医疗这些领域里面来 教育是很明显嘛 你本来就是说要让这个孩子健康快乐 然后去发掘他内在的各种潜力 每个孩子的潜力不一样 你就发掘不一样的潜力 但是这样做就会需要很大的耐心 然后他的效率就不高 然后效率不高之后 你如果要跟对各个学校进行评比 就发现有些学校就评补不下来 对吧 然后还有一种很强烈的假设 如果不把学校放在一起评比的话 老师就会变得很偷懒 他的假设就是说 你这个老师去教育 其实并不说在生产人 因为老师在教育的时候 老师在做一个工作 是为了赚钱那个工作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这样的鞭策 通过评比评审 然后呢 奖励那些做的好的 在指标上很高的 然后呢 惩罚那些在指标上做的不好的 这个老师才有这样的激励 他其实已经把这个老师就开始想象成一种工具化 然后呢 老师也把孩子想象成是一个生产对象 而不是培养对象 他也把孩子想象成工具化 他想象的孩子是说 你这个孩子要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是一个高校的考试者 对不对 然后这样就是一切都标准化 进行评比 进行有这个激励的机制引进来 他这个就是一种生产性逻辑 就是一个物质生产性逻辑 这个所以就是异化的一个精细化嘛 就不仅说是那个物质生产的逻辑的统治了我们人的生产的活动 而且是说他形塑了直接形塑了我们如何组织人的生产这个这个活动 在这个情况下 所以出现了一个不是脱节 所以这看起来在逻辑上是很一贯的 正是因为物质生产的这个逻辑变得那么强大 那么一统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去讲 哦 你我们应该信任老师 就让老师放松 相信老师他会觉得教育本身是很有趣的 你给老师比较高的工资 然后在一种比较平等的 就是平等我的意思说 不要在老师内部创造出一些等级 不要在学校内部创造一些等级 让老师在教育本身里面获得他那个职业的满足感 或者他的尊严 当然就是确实你在物质保障上要保障的比较好 今天完全现在有能力 给老师做比较好的物质保障 然后放手 让老师去创造 去实验各种教育方式 当然你可以把它们组织在一起进行交流 这样的等等 现在这样一说起来大家可能会同意 但是去做的时候 我觉得大部分是不敢去这么做的 因为大家觉得 就是这个物质生产的这个逻辑 其实已经使人变得一种非常喘弱的感觉 就是对其他人的这个基本的上心 很不信任 你觉得没有这个外在的鞭子挂在那里 没有一个外在的奖金 就是说事先跟你承诺好 你月底能拿多少奖金 这个人就不会认真工作的 所以其实逼迫每个人自我异化 就异化就说 跟自己那个工作 是不是自己真心爱的工作 就把工作变为一个手段 然后把互相人和人 都变成彼此的一个手段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说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关系 之间的断裂 它是一个长时段的一个历史演进过程 那么在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 现在这个断裂可能就尤其明显 而且现在就是不顺断裂了 而且说是都统一在了这个物质 物质生产的这个逻辑下面 感谢观看